劳动节隔一天不想上班 请假到海边走走 逛逛渔港 老街 吃一下福隆便当 感受一下全世界都在上班 只有我放假的感觉 抵达供僚也接近吃饭时间了 路边不起眼的小店家就是阿生便当 网路老韬给的评语是 供僚吃阿生 福隆吃頤隆 这可是稳坐前二的名店 店家只提供外带 买了便当可以到对面凉亭 或一边看火车一边吃便当 走过地下道 跨越铁路 就可以抵达供僚老街 这里城市淡然古道北路的重要据点 街上商店林立繁盛一时 但是在北回铁路全线通车后 逐渐没落 国发会从2019年 开始地方创生的工作 让这些凋零的城镇 导入一些创意 诸如一些生命力 希望人口回流 吸引青年返乡 但这一条路不好走 成效也很难横回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令人幸运的是 还是有看到一些新的生机 默默地改变着共僚 离开老街心情有点低落 感觉就像大海上的船只迷了路 这时候需要一座灯塔来指引方向 三雕角灯塔刚好就在附近 完美的旅程衔接 这一段完全看不出来是硬摆的 位于台湾的极东之处 就名是西班牙人取得圣地雅各的三雕角 是台湾本岛第一道日出曙光之地 三雕角灯塔又称为台湾的眼睛 面向太平洋 每28秒连闪白红光两次 在夜晚以温暖的光芒指引方向 照亮陶海人回家的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离开灯塔转进马钢渔港 这是个很容易被忽略的景点 但这里有着无敌海景 朝间带 石头屋 值得一游 阿湾干玛丹的老板 很骄傲地跟我推荐他家的卤鲍鱼 他做这些都是活鲍鱼下去卤的 很多店家都使用冷冻鲍鱼 那个口感就会比较差 刚好遇到鲍鱼送货员 那一只只新鲜又有活力的鲍鱼 证明他家的卤鲍鱼真材实料阿 这边就是养九孔或者是鲍鱼的地方 刚刚那个老板说有异性的关系 所以服务家养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所以很多都清养了 那希望这边的经验能够感兴趣 这就是我横跨北北基的半天小旅行 各位有兴趣可以到贡窑、三条角与马岗渔港走走 我们下部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马上